主持人 從今年年度開始 我們要來研究信心明 信心明是誰做的呢 聲稱大使 我們知道達摩祖師 他從印度把祖師禪宗 侵法傳到中國來 他是第一代 所謂東土第一代祖師 然後第二代傳給了神光大使慧可 第三代就傳給這個聲善大使 所以他是第三代的祖師 祖師傳的第三代大眾師 但是在佛教的史料上面 介紹這個人的時候 介紹他的生平來歷的時候 來看一下他的生平來歷 他在介紹這個三祖聲嘆大使 這個人的生平來歷 這個一代宗師的生平來歷的時候 只有一句話 他說不知何許人也 不知道是什麼來路 很有意思啊 人家說神龍見守不見尾 就是講這樣的一個經濟 不知何許人也 他雖然是一代宗師 但是他一生所留下的文獻 也就是這一篇信心明而已 所以可以說是精華中的精華 精華中的精華 非常非常值得我們來參考研究 作為我們修行的一個印證依據 還有指引 尤其他受傳法以後 他在擔任宗師的時候 剛好碰到這個周五帝 後周周五帝 在破滅佛法的時候 梁五帝之後出了一個周五帝 這個周五帝那個時候就 專門在毀滅佛法的 把那個寺廟毀滅啦 把寺廟的那些僧倪都敢還俗啦 所以那個時候呢 他就有點像我們受關考 他就躲來躲去的 他就在一個司空山 很有意思叫司空山 在那邊還有一個太湖縣 一個山一個湖 在這邊山湖之間 山水之間來來往往 居無常處啊 居無定處 經過十多年啊 沒有人認識他 經過十多年 一代宗師沒有人認識他 無人能知啊 無人能知啊 所以這個人的一生呢 認識他們很少 然後 後來一直到水潮的時候 水潮的時候他 那個時候已經 就像我們說已經開放了 解禁了 佛教解禁了 他又把他的這個 一波啊 傳給第四代祖師 道信禪師 後來到最後的時候 最後呢 這時候就開始紅法 好像才紅了幾個月而已 然後他就為示眾呢 宣傳新藥大概就這一篇 宣揚佛法的這個心法的要旨 就在那個大法會 大法會 他是在室外的大法會 室外的大法會 他在大樹下說法 他在大樹下呢 就合掌 就站在那邊就走了 等一下 他就離開人世了 這是他的來歷 他一生就是這樣 蠻瀟灑的 那都是在隋陽帝的 大葉二年的時候 那後來 後來這個禪宗龍相背珠啊 這個祖師的這個鈴聲啊 才被宣揚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研究這個信心明 為什麼叫信心明呢 主要是因為他最後的一句啊 信心不惡不惡信心 他強調呢 修行 修道最重要就是要有信心 只要有信心的話呢 根本不用多說了 不用多說了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信心 所以要跟你講很多的話 來化解你的疑慮啊 他全天就是在解禍解疑 你離開這些疑慮以後 你只要守護正面 守護本心 因為我們 那個聖誕大師他傳的 也就是跟六祖慧能一樣嘛 一脈相承 也跟我們傳的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蜜語蜜意莫傳分布 不離這個範圍 但是一般人是沒有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祖師在傳道的時候 擔心的時候 往往都是 歷經這種毀謗啊 責難啊等等 名聲都很壞 當時 他們這個 他不要說了 他那個時候是佛教整個的名聲很壞的 被皇帝打擊 破滅 就算呢 皇帝在沒有破壞佛教以前 但達摩祖師 梁武帝對他都不信任 他只好離開梁武帝 跑去少林寺 閉關 念壁 因為他們所傳的東西所謂密而不宣 那麼很容易被所謂顯教的這一派 所排斥 那我們道也是一樣啊 我們道也是一樣的情況 也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 受到很多的一種毀謗啊 污衊啊 等等的 讓人 疑慮大做 疑情大做 事實上 修持的法門是非常簡易 而且 易修易成 容易修容易成就 但是就是缺乏信心 所以他要強調這個信心 一方面呢 他告訴你要怎麼修持 一方面他展露自己對於佛法的一種深刻的體驗 深刻的認識 所有的佛經呢 都跳不出他覺悟的範圍之內 精華都在這裡 所以讓你不得不承認 你這算是 教門中人啊 但是我們這個 主事餐叫中門 所以宗教宗教啊 中門呢 就好像根本一樣 教門就像 開枝 抽枝發葉 那當然這個都很重要 一棵樹要有枝幹啊 樹葉啦 花果 那也要有樹根 也叫宗教 那時候禪宗稱之為中門 那麼 這個 所謂中門一支眼 教門千萬法 中門就是開啟這一支慧眼而已 傳道就是傳這一支眼 那麼 教門就有千萬法門 但是他千萬法門 全部可以歸於這一支正法眼禪 然後他就從各種角度來化繁為簡 而且很驚訝著 很精闢的來討論佛法 讓你 讓這種教門中人 也不得不承認 這個 這篇信心名是悟道之作啊 這個覺悟的 升起大家的信心 這不是說光自己老王賣瓜自賣自誇而已 他確確實實是個大覺悟者 所以這邊你看一千多年了 這個人一點名聲都沒有 甚至你不了解他是什麼樣的人 不知何許人意 來無影去無蹤 可是他留下的這個文獻呢 千古不義 千古不義 誰也沒辦法把它增加一個字 減少一個字 詳細去參讀以後呢 就可以有很深的體悟 還有發起很大的信心 好 那信心名的第一句 自道無難 危險簡則 但莫正愛 動難明博 自道 自高無上 自真 自實 最真實 最高尚的大道 你如果想要契入它 體悟它 了解它 受用它 沒有什麼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道就是一切 道就是你啊 道就是天啊 道就是地啊 道就是空氣 道就是流水啊 道不是在一個特定的地方 很遙遠啊 很隱密的 你要想辦法去靠近它 道是在一切處 對嗎 對嗎 舉個例子來說好像 說呼吸是不難啊 對不對 呼吸有什麼困難 空氣無所不在啊 你只要不要把鼻孔塞住就好了 對不對 道就像空氣一樣 你要接觸它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們犯了一個毛病 就像我們要呼吸雖然很簡單 可是你如果硬要把鼻孔塞住的話 就只吸不到空氣 我們要 要跟這個道結合就障礙在哪裡 危險檢測 挑三檢四 所以我們心就充滿了一種檢測心 這種檢測心就好像 把鼻孔塞住一樣 空氣進不來 這個檢測心啊 就是在那邊挑檢 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要檢測 人的一生就是在檢測 就是在檢測 不管衣食住行 都在挑三檢十 待人接物都挑三檢十 聽課也會挑檢啊 挑檢誰講的好 誰講的不好 這是你同樣一個人講的話 裡面你要挑檢出來一些好的不好的 挑檢的人的習性 要檢測 沒辦法體悟到一切法皆是佛法的真理 所有的氣味 所有的聲音 所有的動作 都是道 你去分 這個好那個不好 收到的人就分 這個是道 那個不是道 有什麼不是道的 莊子講得很好 死尿中都有道 還有什麼地方沒有道 死尿裡面都有道 還有什麼地方沒有道 那我們就是會挑三檢十 這種檢測的習性啊 就好像一個人習慣性的做這個動作 快自喜快自喜 你把這個改掉就好了 你手放下 快自喜 你們所有人都在這裡一樣 快死了 就放下呼吸一下 等一下老毛病又患了 就把自己的改住 就檢測心就這樣 檢測的受不了 暫時放下 就可以活了 如果檢測的很嚴重 就要自殺了 檢測的很嚴重 活不下去了 不是瘋狂的就自殺了 要不然就是狂暴了 大部分人都是受不了 又放下呼吸一下 然後又老毛病又患了 又開始雕到挑三檢十裡面 想想看會不會挑三檢十 對不對 一定的 我的毛病就是這樣 挑剔 挑三檢十 做個椅子也要挑 桌子也要挑手 很很強烈的這種取捨心啊 所以這個要講 淡莫正愛動然明博 為什麼你會挑三檢十呢 因為有正愛之心 正愛之心 我喜歡我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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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 我說這個動作 或者這個動作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見不到真理 就見不到真理 所以說淡莫正愛啊 就是這個動作 我喜歡我討厭 這樣子一個習慣性的心態裡面 如果掉到這樣子的一個習欄裡面 你就永遠呢 不了解道了 道你只有在離開真愛心 不在挑三檢四的時候 大到線前 你就會發現 無處不是道 無處不是淨土 無處不是光明 但是呢 做來簡單嗎 做來怎麼樣呢 做來也很簡單 沒什麼困難 莫正愛嘛 又不是叫你去蓋個大廈 一念之間而已 難在哪裡呢 不信 不相信 我們有正愛 我要怎麼過啊 人生就是要挑檢 要選好的東西啊 不挑不檢還能混嗎 從小時候的訓練就是這樣 要挑三檢四 什麼 根據什麼來挑三檢四呢 根據我喜歡我討厭 對不對 臭豆腐 你也許很喜歡吃啊 有人聞臭的藥味 好像屍體的臭味啊 所以這個正愛呢 是沒有標準的 然後你就根據自己的正愛行 我們的挑三檢四沒有真理的喔 只是根據自己的好物喔 我喜歡我討厭 也沒有真理在裡面的喔 沒有真理的喔 這個人 我好討厭他喔 他有一些特質挖鼻孔啊 什麼的 看的好討厭喔 我記得那個 一次看電視訪問那個什麼 那兩個演劇圈的姐妹 看男生就要先看他指甲剪了 還要看腳指甲有沒有剪 看到指甲腳指甲沒剪 好噁心 有人會覺得還蠻帥性的 要怎麼說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被這種正愛心綁住了 這種正愛心你就挑三檢四 而你挑三檢四 你挑不到自己喜歡的人事物的時候 你就 情緒大作了 情緒失控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不見到了 就像我說的 空氣還在的 但是你把鼻孔塞住 你呼吸不到的 不是說空氣不存在 大道是跟我們這麼貼切 這麼密合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的正愛心 還有挑三檢四的行為 正愛的心態 挑三檢四的行為 而使我們呢 沒辦法受用這個道 沒辦法受用這個道 沒辦法去察覺到道 無所不在這樣子一個真理 這樣一個事實 我們就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人活得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你挑檢 你在檢擇之中呢 你檢了半天 不好的東西檢不掉 好的東西你選擇不來 怎麼辦呢 會很大的心力 去挑三檢四 所以不能順心順意 挑三檢四有很多外在因素的控制 心理因素外在因素這樣控制 甚至你的正愛心還會改變 你今天喜歡這個明天也許不喜歡 你今天喜歡這個明天也許不喜歡 那個誰 在士林那邊呢 買了一個那種國仔 哇 多好啊 山清水秀啦 什麼環境多好 這附近又人文社區啦 好得不得了 回來守五足道的 才買了才不到一個月嘛 大概一個多月兩個月 最近閒的不得了 一直要把它賣掉 越看越不順眼 所以這種檢擇正愛這個是 變來換取的 老婆也是一樣的對不對 老公也是一樣的 還沒有嫁還沒有娶的時候 哇 不得了了 先先化人 娶過來就變黃蓮婆了 所以這個東西啊 沒有準則的 很辛苦啊 能活得很辛苦啊 道三簡四永遠都不滿意 道三簡四永遠不滿意 而事實上要修道是很簡單的 要受用這個大道 大道到無限的光明 喜悅之在 慈悲智慧 這麼好的東西 只要你莫正愛 你就明白了 你就動然明白了 離開這種喜悅 最重要的是 你要認同 你要有信心 你要相信 莫正莫愛 你就會活在大道之中 直到無難 你不要認為人活得 一定要依靠自己的正愛去挑三簡四 那你就會 那你就會 離開光明 很悲哀的事情 毫禮有差 天地懸推 沒有差 只差在毫禮之間 一點點 一念之間 你起著一念正愛之心啊 一個天一個地 這好像兩條線 一開始的時候呢 一條往下 一條往上 對不對 那只有一點點而已啊 差別只有一點點 對不對 這麼短的距離啊 可是延伸下去 有一個上天 一個下地啊 天堂地獄就出來了 繼續往下去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正愛之情 就這麼一點點 一開始差一點點 一念之間而已啊 可是 繼續轉化成為挑三簡四 恩怨情仇 哇 越來越麻煩 越來越麻煩 善業惡業 越造越深 六道輪回 這叫做好理有差 最後就 好理有差 天地獄 這要把念頭照顧好 一起正愛之心 沒什麼關係 想想而已嘛 想想而已 最後就轉變成為 簡責的行為 然後呢 造惡業 善業 結恩 結怨 最後六道輪回 生死不休 這樣 所以叫好理有差 天地旋徒 好理有差 天地旋徒 所以不要以為說只有差那麼一點點 一點點愛正之情 無所謂啊 最後你就上天下地就在這一念之間 好理就講一念之間而已 遇得現前莫存順利啊 你希望大道現前的話 大道是已經現前了 但是你想要受用這種大道現前的滋味的話 莫存順利啊 不要存了一種順境逆境啊 順心逆心啊 沒有什麼順境逆境的 沒有什麼順境逆境的 這個 這個 對我們來講的話 像那個什麼 總統選舉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的話 那些候選人都是在順境中啊 對不對 他們都混得很好啊 可是呢 對他們來講的話 那可是順利有差了 沒有什麼順境逆境 順自己的心逆自己的心而已 有的人有一棟房子就覺得是順境啊 有的人有十棟房子還覺得在逆境當中 要怎麼說呢 所以沒有順境逆境 只有順心逆心而已 順心逆心 所以說要大道現前呢 就不要想著什麼順我的心 什麼逆我的心 你現在擔憂這個東西 順不順 順耳啦 逆耳啦 順心啊 逆心啊 然後就歸咎說環境好啊不好 順利不順利 是順境還是逆境 沒有順境逆境 只有順心逆心 只有順心逆心 你只要掉到這裡面以後呢 你就不見大道了 你比方說你在看電視 一個很好看的電視 看著看著呢 老婆突然間走過來 冷冷地拋下一句話 整天看電視沒出息 哦 你坐在那邊 看不到畫面 被突起沒出息 你看得到畫面 看不到的 難受死了 對不對 所以想要再重新看到畫面就是 莫存順利 很單純的事情 時常會發生 所以你看不見大道 順利之情 順利之心 太強烈了 那你沒出息 那你沒出息 你就做一個沒出息的樣子 你本來這樣看的 沒出息 應聲倒地 這叫耳順 孔子講說六指耳順 什麼都順耳 沒有什麼聽得不順耳的東西 所以為順相爭 思為心定 在這個 違背自己的心意 順自己的心意 叫為順 違背自己順意 順成心意 違背和順成 這個兩者之間 爭來爭去 叫心病 心就有病 心就有病 於是目不能見 耳不能聞 食之無味 吃東西沒有味道 心不能失 心也失去一種思考的 這種明性 光明的覺醒的事實 這叫心就生病 你的心就生病 違順相爭 就像眼睛近的沙子一樣 生病了 耳朵長得流一樣 生病了 病就病在這個違順相爭 我們人的一生 他看得很透啊 人的一生就是一個違順相爭 違背我的心意 順我的心意 順不順心 我們人時當然要強調一個順不順心 有人很有錢 可是覺得活得很不順心 對不對 有人很窮 可是覺得很順 日子過得很平順很好啊 為什麼不好啊 所以這種違順之間啊 爭來爭去啊 這個心病 我們人心就在這邊爭 就在這邊爭 違背自己的要 一直爭到順自己 順應自己 這種違背和順應之間啊 違背和順應之間爭 心就生病 心裡有什麼 小孩子管小孩子 啊 有時候管小孩子生氣啊 有時候不是單純的 為了小孩子好啊 他不聽話啊 其實很主要的原因是他不聽話 回順相爭 不聽話 有時候好像自己受到 你跟我做對 那種感覺 那是最氣的 最氣是氣在這裡 關小孩子有什麼好聽 如果管小孩子從來不生氣 你叫他做好嘛 他不做好你就摟他嘛 哎呀 哎呀 他就哎呀 煩死了我就照你去做 可是一般大人沒辦法平心靜心的 他會生氣啊 他覺得不順我的心意 啊 要違順相爭 你自己的心就有病啊 他的行為有毛病 你的心有毛病 更麻煩 啊 要違順相爭 作為心病 所以我們要了解我們的心病在哪裡 你的心如果沒有病 就像眼睛沒有病 能見一切 啊 鼻子沒有病 呼吸通腸 對不對 舌頭沒有病 能腸百胃 耳朵沒有病 啊 萬賴俱聞 對 心沒有病 萬理智通 能生萬法 啊 心沒有病的話 達到現前 啊 馬上就看到光明的世界 你覺得自己活了 自在光明 心有病啊 不自在 心病的原因就在這一點 為順相爭 特別要問自己 這不是說看過去 知道就好啦 問看自己有沒有這個毛病 有沒有一直活在這樣子一個 違背心意 順應心意啊 這種是一個 順我生逆我亡 順我者倉逆我者亡 啊 那這就為什麼 為什麼總是會有 兼令之臣出現的原因 就在這 因為兼臣 令臣啊 他就會知道 這個國軍啊 怎麼樣去順應他的心意啊 對 他就知道怎麼樣順應他的心意 真的就很清楚 啊 管你是對的是錯的 你只要順我的心意啊 啊 做好 對不對 人就是掉到這裡面去 你爬到再高的地位還是有這種心意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有心病 心病問題大啦 你自己的心病會變成 你如果當國家領導人變成國家的病啊 有沒有 製造災禍啊 對 為順相爭是為心病 你特別要 特別要注意這一點 問問看自己有沒有這個毛病 不是說你 懂很多的道理啊 修行怎麼高深啊 但是心中那種順逆之心啊 順心逆心 順耳逆耳 這種習性還是很稀然沒有去破除的話 你其實心裡有病 你讀再多的經典還是有病 你眼睛有病 你看遍千山萬水還是模模糊糊的 眼睛沒有病 你看一朵花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是玄子 不是玄子 徒勞念盡 不是玄子啊 今天你不認識呢 玄子 這個玄講的就是玄宗之玄 就是我們講玄關啊 玄關這個廟子啊 祖師禪就是傳玄關 沒有傳別的東西 玄關今所百雜千從啊 不是玄子 徒勞念盡啊 一般人修行就想說 欸 講到這裡大家就知道了 知道要怎麼做了 我不存順利 不存正愛 不若簡折 不起是非之心 好我就讓自己的念頭靜下來 靜下來 徒勞無功啊 你的念是靜不下來 因為你一想到靜 又落到兩方 動有靜 對不對 動靜又是兩端 對不對 靜 我不要想 不要想和想又是兩端 你有不要想就有想 一定是這樣子 想與不想 念與不念 就落入兩端 又落入兩端 所以就要徒勞念靜 你動念 那是掉到 正愛順利兼則 那麼你 理念呢 又掉到動靜之心裡面去 徒勞無功 而且你念靜 有靜就有動啊 這相對的 對不對 靜即失動 動即失靜 動靜之間 來來去去 而且 動念靜念也沒什麼不對的 不是叫你什麼都不想 因為我們一想到 莫存正愛就想 那最好辦法有什麼都不想 你可以思想 但是不存正愛之心 難就難在這裡了 我們一想不存正愛 那就至少不要想了嘛 不要想才做得到 對不對 又念靜 所以在那邊打坐入定 什麼都不要想 念頭一起來就把它撲滅 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子 才可以做到莫存順利啊 但莫正愛啊 對不對 但是你一出定以後呢 狀況擺出 你不能一直在那邊入定 但也有這樣的人啊 他念靜就一直入定 就不起坐了 到最後就 畢生死官啊 就這樣走了 入化了 化了 化了以後呢 就是 勞經八萬劫 終必落空亡 就在你經過很常結束的這種靜 靜態啊 最後還是落空 還是要出 有入就有出嘛 常定無出入啊 沒有出沒有入的 無不定死啊 應該是你不斷擺思想 可思可想 可動可靜 但是呢 不落入正愛 不落入取捨 只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這也很困難喔 你如果不試玄子的話 你不曉得怎麼樣 把心調試在玄關啊 欸 你在動靜之間 就會落入 你一動 就落入簡則 你不動 就落入頑空 就是這樣 還要落入頑空 就像機關木頭一樣 就像木頭人一樣 就變成沒有知覺 沒有思想 就是你只有在沒有思想的時候 才可以離開真愛 這是一般人修行就栽在這上面 這很簡單 這道理我懂了嗎 我以後就不要思想就好了 不要思想 我一邊又思想 一邊又離開真愛 很困難耶 沒辦法捏哪的 沒辦法捏哪的 關鍵就在這個 要指中指就在這裡 在這個玄關 就是當你的心呢 搜射在玄關的時候 當然這個中間 你自己需要慢慢去那邊拿 這後面有提到 這玄關也要捨的 玄關到最後也要捨 為什麼要捨呢 不是捨的 這是一己一切 我們昨天講 這後面也會提到一己一切 不管怎麼樣呢 一定要認識玄關這個要指 你一旦認識以後 你就可以 進出自由 動靜無救 一動一靜都不會造罪 沒有心病 沒有心病 不斷擺思想 六祖輝能說的 不斷擺思想 這要認識玄關廟子 這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話 徒勞念盡 整天要希望自己的念頭盡起來 是徒勞無功而已 徒勞無功而已 收拾念頭不是這樣收拾 圓同太虛無欠無虞 這個銜接上去 徒勞念盡來的 所以你想到念盡 就會把 這個生命 分作動靜兩邊 分作動靜兩邊 就不圓滿 你就一直要趨向盡的這邊 離開動的那邊 落入邊界 執著一邊要邊界 而事實上 智道是圓同太虛 圓滿如同虛空 如同太虛空 無欠無虞 沒有欠缺 也沒有多餘的 沒有欠缺也沒有多餘 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 要除掉的 也沒有什麼欠缺的 要把它拿進來 我欠缺一個靜 我把它拿進來 沒有 我欠缺靜 所以我要守靜 我要想辦法讓自己 進入靜的靜 因為我欠缺這個 沒有欠缺這個 我心無胡思亂想 這些是動 我要把它去掉 無欠無虞 沒有欠缺也沒有多餘 生命裡面 生命本來就圓 你現在的生命就是圓滿 你要做的只是轉念而已 而不是去掉什麼 取得什麼 取得什麼 不是去掉起心動念 而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 取得這個寂靜 不動心 不是的 沒有這些境界 動的境界要捨 也沒有這種靜的境界要取 所以叫無欠無虞 無欠無虞 所以他說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 小心就是因為你有取捨之心 所以沒辦法棄入真如 不如的意思就是棄入真如 不能棄入真如 真如法界 就是大道 傻傻陀陀 光明自在 為什麼做不到呢 因為有取捨 一修道也是進入取捨 就取什麼 一般人呢 是正愛取捨 那修道人就是捨動取靜 修行人很容易講 捨動取靜 捨動取靜 對也是掉到取捨 所以告訴你無欠無虞 沒有什麼東西要捨的 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取的 無欠無虞 生命的實相就是圓滿 當下就是圓滿 不要去取也不要去捨 不要想要去掉什麼 也不要增加什麼 不要增加什麼 要認清楚生命的實相 沒有欠缺 我們心中老是覺得自己欠缺 欠缺這個欠缺 老是覺得自己多餘 什麼東西欠缺呢 大部分人就欠缺福報 什麼東西多餘呢 業障很多餘要把它去掉 欠猶豫 對不對 有時候我欠缺什麼 欠缺的智慧 對不對 欠缺智慧 有什麼東西是多餘的呢 愚蠢啊 那是多餘的 有人會這樣想 對不對 然後我心浮氣 倒是多餘的 然後我這種沉靜 自在是欠缺的 這種取捨心啊 一生出來啊 就沒辦法去入真理 整天在虛擬實境啊 哼 在裡面 嗯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泥造一個 一個境界 泥造一個很好 自己覺得很真實的 很美好的境界 想盡辦法要取得 然後要離開 自以為是的一種困境 這叫良由取捨 所以不離 世間的人就是這樣 你不要修行以後 還走這個路啊 世間的人就是這個樣子啊 善盡惡盡之中掙扎 順盡逆盡之中掙扎 修行人又不要在動的境界 和靜的境界裡面 取捨來去啊 這就沒辦法去入真理 不認識真理 不曉得你眼前當下的生命 就圓同待續 圓同待續 不會啊 我就在這麼一個人啊 人你分得出界線來嘛 對不對 你的眼睛 和這個外面顏色的世界 耳朵和聲音的世界 鼻子和空氣 是不是 沒有間隔的啊 沒辦法分隔的啊 你這個生命和天地 有沒有辦法分隔 沒辦法分隔 天地宇宙 沒有可以分隔處啊 沒有可分隔處啊 融合無間啊 也圓同太續 所以你不要以為自己欠缺什麼 沒有欠缺 也沒有多餘的 沒有東西可以淘汰掉的 每一個生命的存在都是 完整的存在 非常完整 非常完整 好像這個光啊 照到每個角落一樣 非常完整 當你認識了這種 圓同太虛 無欠無餘的 生命實相的時候 不是叫你去修道 圓同太虛啊 你要認識 你的生命就是這樣子 你信不信嘛 所以叫信心明 你相信不相信 你真正相信以後呢 你就不會取捨了 無所取無所捨 你不信 老是覺得自己欠缺 老是覺得自己有很多多餘的東西要捨棄 無處可捨 因為不可取不可捨 在不可取不可捨之中 要強取強捨啊 要忘 要虛忘 這要虛忘 這種虛忘呢 就會造成不能欺負真理 這個虛忘 莫逐有緣 誤逐空忍 一種平懷 抿難自盡 莫逐有緣 世間的人就是追逐有緣啊 追逐這些因緣啊 追逐世間的這些因緣 跟你沾著上的這些因緣 情緣啊 財富啊 這也是緣 地位啊 名望啊 這都緣 不要去追逐有緣 追逐這個世間的因緣 好 我不追逐這些怎麼辦呢 我們就回過頭來想 那我就住在空 住在無聲乏忍裡面 空忍 住於空忍 住空 什麼都不想的 什麼都不追求的 就住在這種無所求裡面 誤住空忍 也不要住在什麼空忍裡面 不足就好了嘛 必須要想盡辦法 要這個動心 人心 要讓自己的心啊 收束在一種完全 不見不聞的狀態 住於空啊 空的意思就是什麼 不見不聞 什麼都不要看 能斷擺思想 所以有的思想全部給他斬斷掉 六根斬斷 阿羅漢講叫殺賊啊 把六賊全部殺死 六根都是賊 就是好像 他用賊的形容也很好 你眼睛追逐 顏色 就要像把你的精氣啊 透過眼睛啊 像賊一樣 把這個精氣神 全部都給他 偷走了 盜走了 偷盜而走了 要賊講那些形容的其實也很好 對不對 耳朵呢 聽各種的聲音啊 然後你的精氣神 都從這個耳根 刷流泻而出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小孩子 守著那個 那個那個電丸啊 對不對 守著電丸那樣子 覺得哇好像啊 在動 哇好像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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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把他 把我們這個小孩子的 很珍貴的這些 生命的精神啊 精氣學 去從西斗那種感覺 所以他講殺賊行動也很好 所以要把這個賊殺掉 把這個賊殺掉 那這就是助空人 要助於空人 那空人是一種境界啊 就是助於空 而且要忍得住啊 停止在那個狀況 但是呢 這個聖誕大師告訴我們 只要你認 這個地方 關鍵還在這個 要是不是懸子 懸關這個妙子 你要認識 懸關這個妙子 你如果認識的話 你就知道可以怎麼樣子 不足有緣 而且還可以無足空的 不足有緣以後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那我不足有緣 所以足有緣就是 對不對 跟足有緣 那我不足有緣呢 就跟不足成了嘛 簡單的說 一個足成一個不足成 不足成怎麼辦 就是不看不聽嘛 就這麼簡單嘛 我們不想嘛 就入定嘛 甚至呼吸都停止了 他們入極滅定的時候 呼吸都停止了 對不對 入大定了 入禪定了 這些賊全部都殺死了 不能動了 好像 這就是兩端嘛 不是這一端就是這一端 還有哪一端啊 修行人就是取根不足成嘛 關閉六門嘛 要關閉六門啊 那麼 那個 就是兩條路可以走嘛 第一個關閉六門 第二個怎麼樣 開門易到 挺強盜進來嘛 開門易到 那怎麼樣 還有別的路可以走嗎 沒有了嘛 不是足有緣就是助空人 如果你不是玄關廟子的話 你就只有這兩條路可以走 也沒有別的 要不然要怎麼樣 可是呢 你如果適得玄關廟子的話 你的心呢就會處於一種 寥寥分明 但是不起正愛 寥寥分明 寥寥分明 尊寥分明 哭詭分明 門戶儘管它開 門戶打開 門戶打開 然後你看到都是淨土 都是光明 不會黏著啊 沒有正愛 不會黏著 不會黏到 會說門戶一開著就黏進去 就被強盜侵入了 就被人家控制住了 他控制不了你 你沒有正愛心什麼都控制不了你 什麼東西控制得了你 所謂色不迷人怎麼樣 人自你 誰能控制你 控制你的是自己這種正愛之心 你不愛人家就控制不了你 很簡單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樣能夠 見而不起正愛 不見當然就不正愛 見而不起正愛 就在這個行關妙子 我告訴你妙啊 妙就妙在難以言喻啊 你用了就知道 用了就知道 難以言喻的 理論上根本 沒辦法說盡完全的 你把它融化到生命裡面以後 你就會理解了 人能夠了解什麼 眼睛為什麼看得到你能夠真的了解 難理解的 連醫學家眼科大夫他都不是很了解的 而一般人根本就不了解 眼睛你為什麼看得到 誰說得出來的 少人說得出來的 但是你就看得到 你就看得到 雙關妙子也是一樣 你用上它以後呢 你就很容易的讓你的生命 讓你的心靈 處於這種狀態 了了分明 正愛不及 所以這種狀態 所以這種狀態的話 自然一種平懷 閩南至極 一種平等的情懷 一種平等的情懷 這時候呢 空人也好 有緣也好 有平等的 一種平懷 不起正愛嘛 什麼都是平等 什麼都是好 什麼都不好 什麼都不壞 不是好也不是壞 就是要平等的情懷 平等的情懷 難自盡啊 所以它就告訴你啊 不需要去逃避這些世間的因緣 只要你有一種平等的情懷啊 那種氣心平等的情懷啊 所以心處於平等的狀態 不起分別想 那麼這些所有的這些因緣糾纏 恩怨啊自然就消失了 不需要去住空人 不需要 自然就消失了 平等的情懷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追逐 世間的名利恩怨 也不需要 很辛苦的去逃避 退隱山林不需要 坦然面對它 不要被它所動就好 不為所動 你莫存順利就不為所動了 但是說的簡單做不到啊 但是有一個最簡單的做到的辦法 就是把自己的心調整到這裡來 調整到這裡來 這是一種指的功夫啊 前面講這些都是官啊 正愛不起啊 這些都是官 那些指官指官啊 這是指的功夫 調整到這裡來 你既然心就擠下來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到時候你就不起正愛 我們為什麼會起正愛 因為 唯順 因為我們拿到自己愛的東西 我們覺得好順心好舒服啊 這順有一種舒暢的意思啊 舒暢的感覺 身心舒暢啊 對不對 身心舒暢啊 得到自己所愛的東西 是覺得很身心舒暢啊 穿上那個一件五六萬十幾萬的衣服穿上就哇好舒服啊 這種心態的問題 也就是身心舒暢的感覺 身心舒暢的感覺 但是我告訴你啊 當你的心啊收回來回到全關以後 你的心就屬於子的狀態 真正進去 能看能聽 不是不看不聽啊 像我現在還是可以守在這裡 不妨害你做任何事情 就好像開車 開熟了以後啊 車子再開 你可以吃東西啊 可以唱歌啦 可以什麼 這些所謂的一記一切啊 一開始要灌注在一啊 對不對 然後你熟了以後就 一切進步法 對不對 你開不熟就說不行啊 哇不要吵我啊 不要聽到任何聲音啊 只能看著駕駛板看道路啊 對不對 不然就要撞車啦 開熟了以後 勾先搭背啦 什麼的 還可以有的還可以看電視耶 有的計程車司機很厲害啊 弄個電視才能看 有沒有 我每次看到有電視的 我說 功力那麼高啊 所以 那時候你的心就直下來了 好像有舵一樣 慢慢直 這個直啊 一層一層進入以後 到最後你會覺得 身輕如雨啊 身輕如雨啊 你生命常常有一種感受啊 就是身輕如雨啊 身輕如雨 那麼情緒完全可以控制啊 心安如死啊 身輕舒暢極啦 也不需要穿幾萬塊的衣服 也不需要租啊 很棒的房子啊 等隨時可以處於這種狀態啊 身輕如雨啊 那時候還有什麼好愛好勝的 對不對 那時候覺得 其實太滿足了 你說 當了總統也沒辦法身輕如雨啊 只是有種飄飄然的陶醉感而已啊 而且過不了幾天就開始很煩惱了 開始很煩惱了 但是呢可以隨時保持這種狀態 所以玄關的廟室就廟在這裡了 那種調心的力氣啊 調心的力氣 調一下你用眼睛看的東西一樣 比什麼雷達啦什麼外在的東西都好 玄關也是一樣 不假知所 比什麼經典文字啊什麼都好 所以我們就傳你這個而已 傳你本來的玄廟室啊 但是講沒有用啊 你在這上面安身立命久了你就會感覺得到 身輕如雨 心安如死 這個比 外面所謂順境逆境 再好的順境也沒辦法讓你達到這種狀態 都是怎麼樣 老子講的最好 從乳皆經啊 從乳皆經啊 就算你得到隆寵了 你要是很經啊 為什麼 得之落經啊 失之落經 害怕失去啊 對不對 害怕失去 金黃不安 對不對 但是呢你如果認識玄子的話 可以常常處於一種 身輕如雨心安如死 節節深入以後 你看開車哇好舒服啊 車子開車上山下山啊 自己走路多辛苦啊 學會了 當然開車不是一開始就可以那麼順啊 那麼順 那麼自在 會覺得很緊張肌肉都僵硬了 同樣剛開始在這上面下功夫的時候 也是沒辦法那麼順 我剛開始學開車的時候 每次想到要開車出門 心裡就很煩惱 那開始就好緊張啊 怕撞到還會再煩惱 等一下路邊停車怎麼辦啊 卡不進去啊 卡了半天 現在很順啊 對不對 有什麼 不方便啊 路邊停車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後退把人家擠一下 前面再把人家碰一下 擠碰一下就很寬很寬 沒有啊沒那麼遜 同樣呢 修持的功夫也是一樣 慢慢你就會發現真心如意 爽快的不得了 那還有什麼好追求 對不對 那比什麼 山珍海衛啦 高樓大廈都舒服 所以你這個時候你就 一種平懷 閩南自信 世間的好壞 多好 也不會比我現在更好 對不對 多壞 也不會奪走我這一顆 寧靜的心靈 沒辦法奪走 因為這是內造的 這是內造的 真正生命最好的情境是內造的 不是外造的 那麼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